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找到了一个网站简直是宝库 里面呢全部是100个字的极短片故事 所以他的网站就叫做100wordstory.org 很棒 那就后来才知道还有200个字的短片故事 极短片 可是200个字有时候我觉得 对我们的这个影片的篇幅来说可能都还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来找一篇很有趣的来读一下下 那我们先给作者credit 她叫做Sarah 她的信念起来是free lay 还是free lie 但无所谓 所以这是作者 我们也是 我不想说就直接把故事念出来 然后好像没有给人家credit 事实上我也没有先写个信给她说 能不能把你的作品做成影片 如果有问题再说 我觉得这样来来回回可能太久了很麻烦 那如果说她对这个有不高兴事后让她知道的话 我就把影片下架也没关系 可是总之 先做下去再说 因为我知道反正YouTube上这个版权上的东西 真的讲究的部分是还好的 有时候用一些其他影片 只有音乐最龟毛了 有点车远了 回来这里 Lipstick 所以他这篇故事的标题叫做口红 那我先把它完整的读一次给你听 然后我们再来稍微解释一下 结束 就这样 一百个字的短片故事 看懂吗 来吧 我们解释一下 第一句 We learned to paint our mouths kissable 所以她是从女生视角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这是不是个 就是只有 gender binary 的一个状态 就不要想说 只分两性 但总之不管她用女生视角来说这件事情 说这个故事 我们学着 学着干嘛 学着把我们的嘴巴 画到是可以亲的 好亲的 We learned to paint 所以她用了paint这个动词 OK paint our mouths kissable make them kissable 让他们好亲 但是却从来没有被 但是却被教到不要去随便亲 but we're taught not to so we were taught not to kiss cool 呃 或许这里不能讲说 we were taught not to kiss 而是we were taught not to learn this not to do this paint 或许我们被教到不要去学这样的事情 或者我们被教到不要去把我们的嘴巴插成这个样子 或者是我们被教着不要 变得是很kissable 这边我觉得就是 她有保留这些ambiguity在这里 然后再来 被谁教的呢 所以她据点之后再讲下去 当然文法没有对 可是管她的 100个字你要讲究文法 拜托 好所以被谁教 这个perish priest 就是我们教区里的那个牧师 OK 所以牧师 所以被我们的宗教 管束着不要 做这个事情 也被我们的妈妈教by our mothers 以及被呢 被社会 被社会氛围 怎么叫社会氛围 她直接用了一个 名词来说 就是17岁杂志 就有个杂志叫seventeen 那真的就是小女孩在看的 那她的杂志名字叫seventeen 所以seventeen magazine 教我们不要做这件事 sure 那往下看之后发现到 好像 她这里讲的never talked to 应该是kissable了 所以这里开始明显了 所以never on the first date 绝对不要在第一次约会 就给人家亲了 never more than one boy at a time 绝对不要一次亲超过一个男生 yeah 好像蛮合理的 所以 就是 不要约会的对象太多之类的 不要太腐烂 right never below the neck 绝对不要亲超过脖子以下 总之就是要你手附到啦 有没有 讲的有没有更清楚 right never below the neck we practice on the mirror and at slumber parties 所以我们呢 会练习 在哪里练习 在镜子上练习 practice on the mirror 以及在什么地方呢 slumber party 什么意思啊 slumber其实是睡觉 但为什么睡觉是个party呢 就是我去你家玩 然后在你家过夜 然后你就可以熬夜啊 聊天啦 什么之类的啦 那其实我在国中也就会去 我的好朋友潘泰江 或者是陈志瑞家里面 我们也会有slumber party ok 那到了高中再更是常有了 这样子我们常去mark家打扰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在slumber party 练习 所以女生们 在slumber party练习什么 练习亲吻 sure when boys scratched on the window we giggled and shivered 啊 所以女生啊 在某个女生家slumber party 男生知道了 男生跑到这边来 抓抓窗户 scratch on the window 就你知道 想找他们玩嘛 ok 男生来了 看到里面的女生 那女生干嘛呢 就笑 giggle就是哈哈哈哈 这样就是giggle shiver是什么 发抖 ok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来 就是对于 两性之间的 性别之间的 的一些 兴奋以及 期待又害怕 因为她用了这个字 shiver 我就觉得真的很生动 shiver 真的就是在那里抖 能不能说是因为兴奋的发抖 不能说不是 能不能因为害怕而发抖 不能说不是 所以用shiver这个字 ambiguous and it's beautiful 结果只有Lana出去了 所以男生在那边敲窗户 什么这些的 出来跟我们玩嘛 only Lana sleeped out Lana是其中一个女生 sleep out就是溜出去 came back smeared and tight-lipped fall up with stories she wouldn't tell us 我觉得这次好有力量 她回来 smear是什么意思 你拿一个口红啊 在墙上乱画 这样叫做smear 我随便拿一些土 在你家的外墙上乱抹乱弄的 smear 政治人物 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 现在在抹黑 柯文哲 把他抹红 或者是某一个政治人物 把他抹绿 或什么的 所以 选举前常看到 互相丢糞这样子 我们称那个叫smear campaign 就是把人家抹黑的campaign 所以什么叫 came back smeared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口红吗 所以他回来之后 他脸上整个口红 就是变成smeared的状态 你觉得为什么 只是他猜不出来 你还没看完 你会猜不出来 当然看完你就知道 所以为什么口红变smeared 跟人家亲了吗 可能喔 但是他又tight-lipped 什么叫tight-lipped 嗯 不讲话 所以他回来之后 整个口红乱掉 然后不讲话 可是却 或是不应该讲 不要讲不讲话 就是嘴唇是整个 索紧的状态 OK 但还是真的不讲了 因为我看下去之后 Fall up with stories she wouldn't tell us 所以女生回来之后 口红紧不讲 但是他却塞满了故事 Fall up with stories 而这些故事 他不愿意讲 She wouldn't tell us 所以总之 从Lana这边 没有听到 她sleep out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 At school on Monday 礼拜一回到学校的时候 We lipstick the mirror in the third floor girl 3rd floor girl's room 所以礼拜一回到学校 那女生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 那个镜子上 用口红 画口红上去 或者我也知道 女生喜欢 涂了口红 然后在镜子上清一下 我好像听说这件事情 但总之 她们就把 三楼女生厕所的镜子 用口红涂了一个字 画了一些东西 她们写的字就是 Lana socks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里面好多故事 先讲这个的双关语 很多同学应该都知道 sucks这个字就是 你很烂 你糟 你不好 你表现差 或之类的 你答应我要带什么来给我吃 只有你来的时候说 哎呀对不起我忘了 或者我不小心没带钱 不能帮你买 我就aw man you suck 这就是suck 所以我们从第一层理解就是 你很糟你很烂 来理解的话 就是 你不告诉我们 Lana你不讲 你真是个糟糕的人 Lana sucks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刚讲的你很烂有没有 yeah 她们在讲Lana很烂 第三个suck就是吸的动作 所以我讲白一点就是Lana Lana出去帮男生们口交了 OK Lana sucks 那你可能会讲 Lana不是没讲吗 这些女孩怎么知道的 你就可以推断的出来 一定是男生讲的 一定是男生 开心了 然后炫耀 炫耀到女生耳朵里了 所以Lana 所做的这件事情 她不想讲的这件事情 她回来之后 tight lipped的这件事情 然后整个口红乱七八糟了 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 她的smear这个部分 并不是讲到她出去跟男生接吻了 然后不讲 不是接吻 是干嘛 是她suck 她出去口交了 所以 你看到这里我觉得你的脑袋就整个糊涂掉了 你就觉得哇塞 我觉得就很有震撼力这个故事 那更有震撼力的最后两句 后来我们都学会了 later we all learned 后来 我们也都这么做 later we all did it 所以后来我们都会了 我们也都做了 所以回过头来 we all suck just like lana did ok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很有趣的短片故事 我讲的节奏有点慢 因为我真的一边讲一边自己还在消化这里面的 或者分析她背后的这些 这些nuance 那我真的觉得这很棒 所以不愧是一个得奖的作者 那这个网站很棒 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其他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介绍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